买敞篷车的人有病 如果在马来西亚 这句话似乎是个理性的发言 毕竟我国四季高温夏天 还有变化莫测的一天 打开敞篷的次数 可能还少过Toyota的股胀率 会买这类型的车 通常是有多余的闲钱 而另一个则是热爱这种车款 然而有这么一款敞篷车 刚推出就火爆前球 到了现在2025年 依旧还有在生产 也是我频道里最多人敲网 想要我讲解的车型之一 这台就是Mazda MX-5 Miata 1960年代 当时的跑车市场正流行一种车型 它除了向跑车拥有部署的动力表现 以及双门双座的特点 多出了与传统车型别样的无车顶设计 以及简陋的内饰配置 搭配较小的车身尺寸 象征自由 热情以及热气的风格体现 在气候相对温和的北美和欧洲 是人们理想中 第一台跑车的愿望清单 市场火热的响应 让不少车企 纷纷推出自家版本的敞篷车 从而诞生出多个经典车型 像是Trap Speedfire Fiat 124 Sport Spider MGB 而这种具有文化气息的车型 也被称为英式轻型跑车 但是在时有危机的发生 以及对于舒适便利的需求增大 从内到外比拼动力和豪华的时代 轻型敞篷车就与潮流的步伐脱节 不再受到汽车制造商的重视 时间退到1976年 Mazda研究部门中打造出影响无数车迷的 钻子引擎工程师三本建议 向MotorTrain杂志记者Bob Hall请教 Mazda未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车 而精通日理以及长年研究日本汽车的他 就给出制造轻型跑车的答案 或许是认为他提出的方案 是建立在他对英式轻型跑车的热爱 认为这只是片面的说辞 于是便吵衰的回答 OK 结果就没了下文 然而没想到5年后 当时的三本建议已经是Mazda董事长 记者Bob Hall则转行去北美Mazda当任产品计划 于是两人又再次相遇 而关于轻型跑车的话题又再次浮现 经过交谈 三本就允许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随后他邀请了设计师 以及在专案负责人的领导下 推动东京和加州的团队为这份Offline 55计划 设计出一台环绕Lightwheel Sport的概念图 东京团队提交了制造成本低廉的前置全局布局 和富有运动性的中置后驱布局 但最终是由加州团队提出的代号为 Lua101的作品获选 他们的概念是基于Lotus所打造的A人为核心 前置引擎后轮驱途布局 新领的车重复刻60年代盛行的轻型跑车 直到1989年2月10日 在选定了最终的车型名称后 Mazda正式在Chicago车长 公布了这款前前后后 从口头交流 概念图纸 专案竞选 道路行驶测试 到最终1989年亮场 耗时将近13年 才终于实现当年Bob后 片面支持的理想跑车 而这台车就是Mazda MX-5 Miata 此时全世界景气繁荣 车界的设计走向偏向于豪华大气的风格 像MX-5这种体积轻巧动力不大 内装简单的仿向设计理念 意外的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立刻就占供了低价位入门敞篷跑车的市场区块 在美国 基本款车型的售价为13,995美元 为了实现较低的入门价格 而较低的重量 来符合LOTUS在A车型上应用的轻变性的理念 基本款配备没有动力刹车 转向以及电动窗 更没有音响以及空调系统 虽然舒适配备简陋 但它们在行驶性能 投入大量的好看 全车采用前后独立双AB选吊系统 附加防轻感 四轮的自动系统用上叠杀 提供可选配的TOSEN LSD 动力方面 Mazda专门为MS5开发全新一副 1.6升B6ZE引擎 可以爆发出115匹 136牛米的动力 外观来看 经典的跳灯 搭配带质的嘴型 和腮红的方向灯 酷是一张猛脸 也成为车界Mins现象级的代表 车友之间会透过开关车灯 形成互动来源 而且车身尺寸肉眼可见的小只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程结合 在推出时就获得激烈的反响 需求超过了最初产量 或是许多经销商 都将客户列入预定名单 甚至北美各地的经销商 也变相提高车子的售价 会造成热门的原因 不外乎是它具备汽车市场的独特性 当时的时空背景各家的跑车 是作为车厂旗舰车型的证明 多数都采用动力澎湃高科技的配置 像是Nissan Z32 Chevrolet Kovac C4 以及B&W M3 E30 而MX-5的出现是将跑车应该要有的操控性 打磨机制 人马一体 就是MASA对MX-5的理想核心 在重量上 透过减少那些熟识配备 以及采用PPF桥梁 前者减漏的内饰 让它的整车重量只有不到1000公斤 后者 透过一个铝合金框架 将变速箱与后叉速器连接一起 形成一个准一体式的动力模组 改善换胆手感和提升操控稳定性 重量更进一步减轻 并且前后达到50B50的重量分布 还有归功于那副经典的跳灯模组 车体的风阻系数仅有0.38 经过各大媒体测试和买家的评价 都一致认为MX-5具有卓越的操控手感 清晰的车身动态回馈 还有部署的加速率表现 不过还是有部分人反应 1.6升的引擎 把力还是不够用 于是MX-5后期版便提升了1.8升的排量 综合上述的表现 要比喻的话 就像Sylvia的灵活和CRX的轻巧结合的道路机器 而很快的MX-5就成为各界弯道爱好者的首选跑车 Car & Driver Magazine也将年度风云车的殊荣 帮给了第一代MX-5 北美热烈的反应 间接影响日本的市场 由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 Mazda公司采取多品牌 多销售管道的行销策略 MX-5就成为Mazda旗下豪华运动品牌 UNOS公司第一款的贩售产品 因此被命名为UNOS ROGTER 庞大的销售成绩 经销商就在各国推出各种特色版 大多差别是独特的颜色 以及配备升级 其中最特别的莫属M2系列 M2是直属Mazda的改装工厂 他们推出的M2 1001 CAFE ROGTER 和M2 1028 STREET COMPETITION ROGTER 是收藏级别代表 两者都做出赛车规格的改装和性能调教 是可以直接下赛到跑圈的品质 而且各自仅有300台的数量 让不少人愿意支付高达三倍的价格买下它 MX5的出现建立起跑车新的指标 而到了下一代更是把其中的精华上升一个档次 在初代MX5获得巨大成功之后 Mazda推出了全新一代的MX5 NB 而日本那边因为多品牌与销售同路的行销策略失败 Mazda就整合旗下的销售代理商包括UNOS 从此MX5在日本就该叫Mazda ROGTER直到今天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少了跳灯之外 区域都像是套用第一代的模板 但其实Mazda有特地改善以前的缺点 提升车架干性以及多项性能改进 轮胎 刹车 动力调教等等 将它整体性能做一套全方位升级 亮眼的表现也获得众多人的张扬 并号称这一代是最极致的MX5 不过还是有极少数人认为 过大的动力打破了MX5该有的平和性 而且NA拥有初代的地位以及标志性的跳灯 附有经典元素的标签 导致NB世代的MX5价值不如第一代 甚至Mazda为了庆祝MX5 诞生10周年 推出了更加豪华配备和更多动力的限量版车型 这台型号在车主和爱好者中 也逆称为10AM或者10AE 每辆车都附有一张车辆变号 以及由Mazda总裁James Miller签名的征品证书 在某些市场上还会赠送一些礼品 甚至一堆行李手表 可谓是诚意满满 不过却引发了人们的批评 因为生产数量过多还有高昂的定价 有割韭菜的意图 也让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卖完所有车辆 相反的在澳洲那边就获得限量100台的MX5 SP 透过ProDrive团队打造的涡轮增压系统 动力大幅提升到211匹 289牛米 是在2023年以前 马力最高的原产MX5的存在 6秒以内就可以破0百加速 这项举止也推动后来的Mazda SP 推出Logster Turbo 由Mazda旗下运动部门所打造的它 动力略输给SP版只有180匹 不过因为在05年Mazda工厂发生火灾 导致产量累减 所以在全世界只放售了5428辆 在第二代MX5放售期间 它们就累积产量达到531千 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为 世界上销售最多的双座敞篷跑车 也奠定了MX5往后的车界地位 随着10代汽车的安全措施 和舒适配备要求逐渐上涨 MX5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要符合安全标准的情况下 达到轻量化的理念 而NC4代就是它们给出的答案卷 使用RX8一样的平台打造 整体尺寸都大幅增加 但是在Moray Car Room的领导设计下 重量只有比上一代多45kg 还换来更高强度的车身结构 电子控制系统 以及复杂的多连杆后悬吊 并且还在动力用上 两副全新的1.8升和2.0升的NA引擎 高排量的动力表现 完全覆盖了增加重量的缺陷 甚至比下一代MD的动力重量比来得优秀 所以这代是标版整个车型中高动力的代表 不过对于热爱前两代的车迷来说 这代是最不MS5的车型 舒适配备的下方 违背当初梳理轻变性的理念 加上增加整车的尺寸 影响了灵活度 而且后期还为了一批不喜欢 软部材质车顶的客户 推出电动伸缩硬顶车型 妥妥的散烈化味道 但是因为硬顶的推出 TELA MX-5的销量得了快颜色的增幅 即便这台算是褒贬不移的存在 可是它的操控性能 依旧是跑车界中提灵的地位 不负MX-5之名 到了这代 想必是市面上最容易入手的车型 即使从2015年上市到今天 2025年 依旧在官网标示 放手中ND世代最大的亮点 就是在各大车厂把车辆体积 越做越大的趋势下 仿向把这代的尺寸和重量 缩小到比上一代来的小 光是这点已经是工程奇迹的表现 背后的原因 是大力研发轻量化材质 以及使用高效率的引擎带来的收益 光是在后悬调采用的KPC结构设计 可以带来稳定的高速攻防能力 却没有增加丝毫的重量 并且在推出时 他们就提供两种1.5升和2.0升的NA引擎 让买家可以自由选择体感平衡的清凉跑车 或者动力澎湃的热血机器 在后期Mazda还推出RF硬顶版本 开盆后呈现出类似Taga的格调 成功打开盘大的潜在市场 轻盈的车身和短轴距50比5升的配重 甚至RF版重量也没有超过1100公斤 经过各大媒体试驾号都占卜接口 认为在这个时代 向往高品质舒适的驾驶体验 MS5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舒适便利的同时 还能兼顾初代极致的驾驶热气 依然维持90年代轻量灵活的跑车核心 把Mazda贯彻的浑动理念诠释出来 是车界中为数不多的闪耀宝石 为了验证那些媒体 所说MS5真的有驾驶热气 所以呢今天我就来试驾这台MS5FMD 然后通过我在市区里面环绕 然后我就是没有提到一些山山进行比较激烈吵架 明明这是一个别人的车嘛 总体来说它操控其实是非常的优秀 而且呢每一次转弯都是干净利落 然后没有偷踏的感觉 而且体感上来说它真的是跟一般的驾驭车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般这样的车如果你在转弯的时候嘛 你会感觉转弯的时候会一点 好像会迪雷的感觉 不过这台车你转弯 那体感觉很明显感受到它是直气的方向 就它的直向性非常的准确 当然也是要得力它那个轻量化车身啊 仅有1100公斤 然后再搭配2.0升的动力引擎 我们把模式调成SPORT MODE 然后可以感受到它的转速一团旁升 随时准备要重刺 然后我们这时候补大油门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还是真正2.0升的力量 而且这个还不是手动挡模式 因为它的自动变速箱呢 会直接随着驾驶者的油门反应去改变单位 所以呢 它驾力起来也是既轻松 又可以很激烈的吵架 试驾完之后 我已经被它优秀的驾驶感受 惊艳到无法用言引擎龙 其实镜头面前我紧张到讲不出话 不过这边还要非常感谢车主 愿意借给我他的矮车做拍摄 如果有观众想要购买汽车的话 可以联络他 相关资讯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 ND具有独特优秀的驾驶体验 以及酷炫的外观设计 成功在各大评选机构 称霸当年的荣誉奖项 而且也顺势让Fiat车厂 复活了以前124 Sport Spy的跑车 以ND底旁为基础打造的他 搭载Fiat致演了1.4升 Fire引擎外观走复古的路线 他的前脸我觉得超级像Ferri S30的现代版 如果Nissan Z的设计语言 常用和他一样的模板 你们会喜欢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你们的看法 早在2022年尾声 Master Officer发布了 关于2030年的未来约定影片 具体内容是积极相应环保的有性发展 以及公司承诺的社会责任 貌似会向新人员的领域靠拢 然而就在今年的事业中 Master的设计师和财务总管就表态 新一代的MS5将会继续以人马一体的理念打造 并且动力依旧会使用纯内燃机 以及保留手排的选择 甚至引擎还会是一副2.5升的排量 而且整车重量进一步减轻 但如果未来因为外在因素迫使停止用内燃机 他们才会考虑更改动力模组 或者不再沿用MS5的名字 不过由于要对引擎进行迭代更新 所以新一代的MS5可能要等到2027年才会揭晓 相信这个计划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环保意识逐年强势 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 多个国家表态未来将会停止收买燃油车 以及新能源不断被大力推行辅助下 MASA依然坚持开发低收益的轻型跑车 必须给他们大大的Respect 这台由欧洲人设计的车身美学 美国人打造的悬吊系统 以及日本人开发的动力模组 成功引领紧凑型敞篷跑车的潮流 世界各地的汽车制造商也意识到 看似已经销完的紧凑型敞篷车 却有着巨大的潜力 随心所欲的操控汽车 掀起迎面而来的凉风 轻松悠哉的体现正是这台车魅力的所在 从而市场就出现大量的敞篷跑车 像是Fiat Machita BMW Z3 MGF 豪华车型阵营 Mercedes SLK Porsche Boxster 以及Aston Martin DB7 甚至K-Car领域也催生了 Honda Beat和Suzuki Cappuccino 此外 NC以及ND 还称为光杆汽车所推出的 Misoka Himiko 和Rockstar为基础底盘 这家是向来打造 复古造型的汽车文明的小车厂 没听过这家公司很正常 但是它推出的 Orochi 以及Ryoga 应该多少有影响 MX-5 简单的机械结构 和优质的性能基础 尤其是前两代 在市面上 有许多契合它的改装品 顺势成为民间创意工方的最好素材 赛车 暴力V8 夜夜风 低趴 或者异类等等改装风格 加上入手简单 故障与低 维修便宜 精英优秀 富有驾驶乐趣 车杆就像卡丁车那样 直接且回馈墙 参加赛道围场 飘移 跑山 甚至混合赛道都得新应手 也是公认出鞋者有修的教练车 Miyata Always the answer 就是很好表达 MX-5 天生优质的精英 可以在各方面领域 掌握头角的证明 2018年 MASTA开始为日本 UNOS ROX的车主 提供工厂修复计划 为每辆汽车 提供了指定零件维修 或者完全恢复到 出厂规格 都可以做到 还推出各种复刻的相关零件 提供给北美车主 这种延续经典老车的精神 也获得 RJ系年度汽车奖 评选中赋予特别奖 来肯定MASTA对于爱车的 无私行动 利用纯粹机械的结构和精致的零件 为驾驶者打造出一台 称心如意的驾驶体验 重量轻 体积小 双门双座 后轮气动 以及手动变速箱 这些都是违背现代商业化的造车方程式 不过 却是大多车迷热爱的元素组合 MASTA的后追名字 不仅仅是代表这台车的灵魂 而是代表 玩车的最终答案 MASTA